俄罗斯猛轰乌克兰欧洲快速出现大规模人口迁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部队改变战术 2日加强轰炸乌克兰都市 以飞弹攻击住宅区和政府大楼 第二大城哈尔科夫24小时内至少21死 南部靠近克里米亚半岛的克松市被俄军完全包围 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7天 累计已有超过83万名乌克兰人逃往他国 这是欧洲至少30年来最快速形成的大规模迁徙 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提出的种族灭绝控诉 将由位在海牙的国际法院于7日开始举行听证 美对俄国关闭领空俄罗斯最大银行将退出欧洲市场 俄罗斯军队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后 西方国家陆续祭出将俄国银行逐出Swift等金融制裁 俄罗斯规模最大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Esperbank 3月2日宣布 因制裁措施让该型倍感压力 将退出欧洲市场 俄罗斯当局为阻止外资不断撤离 祭出战时性限制措施 不让外国投资人出售俄国资产 美国总统拜登一日则宣布跟进欧盟的做法 禁止俄罗斯任何飞机进入美国领空 俄罗斯直升机入侵北海道空域日本严重抗议 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际 日本政府表示 一架研判属于俄罗斯的直升机 2日上午10时左右入侵日本北海道 根视半岛外海的日本领空 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因应 警告这架直升机飞离 日本政府随即透过外交途径 向俄罗斯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指俄国从2月以来透过军事演习等方式 展现其可横跨东西的活动能力 也在日本周边海空域频繁活动 日本政府强烈要求俄罗斯 防止再度发生这类侵犯行为 日本认可小黄卡台湾商务客 打完第三季入境免居家隔离 日本一日起实施不含观光入境的防疫新措施 自台湾返回日本或入境者 持有符合条件的疫苗接种证明书 并接种完第三季者就不需要居家隔离 台湾疫苗接种记录卡 小黄卡也在认可之列 至于接种过的疫苗种类 第十二季需为BNT AZ莫德纳或交生 第三季则必须是BNT或莫德纳 台湾研发生产的高端疫苗 为或日本认可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表示 会持续沟通 日方承认高端的时间应该为其不远 拜登首场国情咨文 谈抗恶疫情等四重点几乎未提中国 拜登出任总统的第一年 美国遭到疫情和经济不稳定的打击 现在又碰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重大国际危机 他在美东时间一日晚间发表上任后首场国情咨文 强调团结抗恶抗疫抗通膨打击犯罪等四大重点 只提到一次中国 针对乌克兰情势 拜登承诺继续组建全球联盟来对抗恶国 同时保证美国部队不会参战 拜登也强调国家将迈入抗疫新阶段 关闭商家和校园的时期已结束 生活不需再受疫情控制 专家分析 拜登这场演说的目的在于 释出他了解美国人民过去两年经历了什么的讯号 美跨党派代表团结束两天行程离台蓬佩奥金会蔡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指派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率领的跨党派前自身官员代表团一日访台 二日上午会见总统蔡英文 穆伦说 访团在此刻来台 反映美国对台湾强健伙伴关系的跨党派支持 他并说 维护台海和平不仅符合美国利益 也符合全球利益 美国将继续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行政院长苏贞昌接见访团时表示 双方将讨论如何合作 让极权独裁者如中国不敢轻举妄动 访团在二日晚间结束两天行程搭机离开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则在二日晚间抵台展开三天访问 预计三日与蔡总统会面 三接外推还差案过关承诺生态监测频率终由拼2025年完工 环保署二日审查中游三接外推还差案 环平委员要求壳撞珊瑚枣票杀现场调查人要维持冬春季每月一次 下秋每季一次 另外界定柴山多杯孔珊瑚监测范围往外延伸五公尺等 本案修正后通过 中游说 打稳定供气供电的同时将善进开发者的生态责任 预定2025年完工 经济部表示台湾的能源政策目标是极大化再生能源 天然气扮演桥接角色 未来若北中南都有接收战 能让天然气与电力供应稳定提高 教照14天星制首踢5日入营每天操满10小时两周无休 为强化后备战力 国防部推动14天星制教育召集实行验证 首踢受照人员5日入营 有别过往在军事营区报道 首批照员将自行前往战术位置 桃园炉竹山脚国小 熟悉战时的战场环境 以防守林口海滩为训练目标 考量课程延续性 照训期间不休假 每日失讯10小时 寒夜间2小时 合计训练136小时 此外 受照人员报道时手机将集中保管造册 每天晚上70至80与90至10时两个时段开放使用 并提供充电设备 台岗备妥十亿资金进军中职跨足篮棒球三项运动 台岗集团2日到中华职棒签加盟一项书 确定队名为台岗雄英队 之后缴交经营计划书 才会经过中职常务理事会审核 除了已准备好新台币10亿元资金 雄英队董事长王炯芬表示 35天内会提交企划案 届时包括领队总教练都会确定 台岗已有台南市台岗足球队TE直篮台岗猎英队 如今在成立台岗雄英棒球队 跨足三个领域 陕西在传疑似遭拐卖女子遭禁锢牛时 中国官方公信力重大挑战 江苏徐州一名妇女生下八个孩子 却遭夫家以铁链束搏的人间丑闻 在中国社会延烧一个多月 纽约时报形容 铁链女已成中国社会不公的象征 可说是北京当局公信力近年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但陕西嘉县日前也传出类似事件 据称被害人可能是多年前失踪的西部大学生 官方表示着手调查 不过中国民众并不买账 中国公安部2日公布 未来10个月展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重点侦破机案 有网友在微博留言说 就不出如今下落不明的徐州被害人 这些行动都是作秀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明天再见